花莲丽拼绿金产业打造花莲油茶专属品牌 9号下午县府农业处来到了玉西地区农会 举办油茶子评鉴制度说明会 推动油茶认证标章提升苦茶油的品质 要协助花莲茶农生产的苦茶油 有机会可以站上国际舞台 花莲县油茶栽种历史悠久 具产地优势 所炸苦茶油带有清新果香 风味相当迷人 是优质有品 而为了凸显国产苦茶油 鲜采鲜炸的产地优势 并与进口产品做出区隔 宣政府建立油茶子评鉴制度 即产地认证 主要针对油茶子的部分 希望透过一个最产地 最在地的一个评鉴方式 包括它的酸酱和水绿等等 还帮农友评鉴助我们最优质的 一个油茶的评鉴 那后续包括金奖的部分 也会获得市政府的一个 行销辅导的一个方案 为了让更多农友 了解评鉴制度 9月9号的下午 在玉西地区农会 办理油茶子评鉴制度说明会 玉西农会总干事说 透过县政府的辅导跟支持 以整体花莲品牌形象 帮助农民走出去 更能增加产品的辨识度 其实最重要的回馈不是那个奖牌 是你的参加过程当中 他们的领选的机制跟标准 其实就是我们要如何去提升 我们品质的一些要项 所以我觉得这个评鉴是蛮有意义的 可以持续促进这些农友的 技术管理方面的进步 那县政府今年也持续的协助我们办理 花莲丽拼绿金产业 打造花莲油茶专属的品牌 期盼举办油茶子评鉴制度 推动油茶认证标章 提升苦茶油的品质 帮助花莲茶农生产的苦茶油 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 记者高收双张明泰 玉里正采访报道